我們介紹這個深夜管理 這個部分呢 跟老師找資料比較的東西是在哪裡 請問老師平常看網頁的時候 你會開啟一個網頁啊 開電腦的時候我知道就做一個 關電腦的時候 多少個我就不知道 經常在那裡 要再跳一個 很累啊 不想玩的時候要關五六十個 對不對 可是如果讓你們有看完 分離第二天又打開 你們要再打開那五六十個嗎 很累 可是那幾個資料 昨天花了一些時間來找到的啊 結果最後都只能交到我的最愛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我的最愛不好用 之後我們都沒有好好整理嘛 常常只是交入我的最愛 它不是我的最愛 只是路過的而已 可是我一定要留下來啊 所以我就只好先拿它進來 你拿到最後呢 因為你都沒整理 就變成 反而亂無章 我就不好找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深夜管理 事實上在Google 在火狐 他們分夜管理都還不錯 尤其是火狐 所以其實我現在找東西很多時候我會用火狐 Google雖然它快 但是它分夜的 還沒有火狐做得好 那阿易我連提都不想提他 因為他連這個 沾不上癲 可能他還有很多要努力的 那我給老師看一下 你看 你現在看起來好像 我很乾淨只有兩個對不對 我現在先用火狐 可是其實我平常在工作的時候 我都藏在這裡 藏在這裡 右上角它會有一個小小的一個圖 這裡你暫時看不到 不過你看 我工作的時候我有分內 我有偷偷分開 那我沒有再看來說那些網頁是不會載入進來的 你們會覺得那個意思嗎 這些網頁只是有工作的時候 也許我找不到 我暫時在找 但是現在呢 還暫時不能關掉 還暫時不能關掉 可是又不注意加到我的最愛 所以我就會把它各所謂的群組的分類 工作的 跟 你看我還有特別準備 小朋友的 對吧 因為家裡面男女 小朋友啊 小朋友要用的我就把它放進去 那下次小朋友用的時候 我就切到小朋友的就好了 我不用說我的最愛再叫一個小朋友 悶 所以說那個很重要的 那在這邊 網開的 網路設計的 這樣是不是就 你在分類的時候就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呢 很抱歉 是佛服內建的功能 連安裝附加元件都不用 這是內建就有的功能 那怎麼做呢 您看一下 它還會提供搜尋 你可以直接用找的 因為有時候太多了 對不對 你可以用搜尋的 那我現在呢 操作一下給老師參考看看 您看看說這樣到底好用還是不好用 比如說假設這裡 我覺得這是我要的 你可以從這邊按右鍵 在上面按右鍵就好了 你看 你看 這裡 在你的分頁上面直接按右鍵 你可以選擇移動到現有的群組 有沒有 或者是直接選擇給他一個新的群組名稱 就這樣而已 那今天呢 如果你確定好了 我就要回到家了 我要開始工作了 我就來點到工作這裡 你看我上面的分頁有沒有 就自動打開了 這個時候它才開始真正連結到網路上去把那個分頁 就是沒有看的才開 你沒有看到像我現在右手邊這邊 我右手邊這邊是還沒有開 還沒有看對不對 那它就沒有真正連線過去 只是幫你先保留那個標籤在上面而已 這樣速度就會變比較快 這樣速度會變比較快 這樣你們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吧 所以你看我們在瀏覽的時候 不要太過依賴書籤的原因 是因為書籤只是比較單純的幫你記錄一些靜態的東西 但是我們透過這個分頁管理 你們在瀏覽的時候會比較輕鬆一點 這樣OK吧 所以你點了那個小小的那個形狀之後 就可以自己再怎麼樣 去做調整 好去做調整 你可以像這樣 那外面如果像這個 你可以把它移動啊移動順序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比較常常用到 我就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夜圈的那個調整順序 把比較常用的排在一起 這樣我們再找資料就比較容易 好 所以這個是先跟老師分享一下在火狐的部分 那麼如果我們是在哪裡 是在那個 Google裡面的 我就必須說它Google內建的 就沒那麼好用 但是沒有關係 您看一下 我有幫您裝一個小小的在這裡 有沒有 在瀏覽器的網址的後面那裡 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附加園 就叫Sation Body 那您看一下在這裡呢 目前你所看到的是在這邊 也就是我們今天建造國打開的 可是呢 我的左左邊這邊 我的左左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我什麼時間 你看 28號我有開六個 有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的視窗 有可能是 你現在就關掉了 不小心就關掉了 可是我幾天前的 我記得我有看過 老師有沒有那種印象 有時候有這種經驗 那個網頁已經關掉了 可是我 以前有看過 那個資料 我還在找 啊 痛快了 那個歷史紀錄 你也不知道怎麼找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利用這個 哪一天 大概哪幾個分裂 可以這樣找 也可以透過它上面的關鍵字 直接找 這樣就相對比較簡單 這樣 沒問題吧 所以其實 這個還蠻不錯的 假設你要看一下這裡 你可以先看 這個就是我之前 有沒有 你哪一個 什麼時候 像我在這邊 還有一個十一的 還有大軍國中 那時候我先開六個 跟他相關的 我就先打開 那這樣我就可以很清楚 很容易就找到我之前 瀏覽的那些紀錄 那你在這個分裂管理 就相對比較簡單 好那 香港的 如果今天這個 你要留下來 也可以 你看 你看我現在有 總共有 我目前的這個 假設你要把它 把留下來 就希望被淹沒掉 就像我的最愛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下次它就會永遠 在你桌子邊 待著 這樣你隨時要復原 就很簡單 好所以這個 兩家 雖然 Google的 沒有 本身 它沒有提供太好的生液管理 但是 透過這個附膠 我們在用的時候 相對就 比較好 那當然最好的 還是在火壺那邊 所以 其實火壺 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瀏覽器的工具 再找資料 這樣 這個部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我剛剛主要是針對這個 這一個 這是 Google那邊的 然後這一個 火壺內建的 我把這兩個 先跟老師 稍微分析 這個就沒有 上面這個就沒有 這樣OK嗎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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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